新冠肺炎疫情正席卷全球 截至3月26日16时 香港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3例 其中蓝贵方某酒吧旗下的乐队成员有16人确诊 共30多位曾在蓝贵方参加聚会的顾客及工作人员也被正式确诊 3月26日香港蓝贵方集团主席圣志文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2019年6月休律风波和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对蓝贵方生意的双重打击 他表示被称为香港地标性酒吧街的蓝贵方 现在夜晚格外冷清 他走在街上感到非常伤心 现在只有一半的店铺还在营业 也是门可罗雀 面对社会上对蓝贵方成为传染源的指责 甚至文觉得不恰当 他称和蓝贵方相关的病例大多本身和蓝贵方无关 而是海外输入的 很多海外回港的人没有及时检疫隔离 造成新增确诊人数增加 他称这次新冠肺炎的冲击比非典时更严重 我认为这段时间是更严重 我认为因为SARS 可能更多人死了从SARS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准备到SARS 但是它是短了 我们能够尽快地结束 这次我认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状态 那时就只是 Guangdong和HongKong 你知不知道SARS 这次是全世界 对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月23日提出的 建议通过立法工作 暂时停止全港约8600间 有酒牌的酒吧 及商户售卖及供应酒类饮品 甚至文认为 该建议并非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措施 最有效方式应该是限制人流 控制聚集并做好防护 如果1.5m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只放了半个人 在餐厅或酒店 就已经有空间 第一 第二 我们说 每个人来到餐厅或酒店 都必须穿着帽子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帽子 对不起 你不能进来 大家都会在客户 和在工程中 圣志文说 香港约有20多万人 从事餐饮行业 完全实行禁酒 会让很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 他也在积极向特首 建言献策 助力特区政府 采取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控制疫情